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了君子兰它是一种洗肥的植物 那么平时的养护过程中呢 就不能够缺少肥料了 但是呢 我们养护的过程中啊 施肥过多过少都会影响君子兰的生长 施肥过多了容易产生肥害 施肥过少了就会影响它生长 导致叶片发黄啊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又如何判断你君子兰 到底是施肥过多还是施肥过少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如果你的君子兰啊 施肥太少缺肥了 那么它新长出来的这个叶片 底部新长出来的叶片呢 它会比较窄 而且呢新长出来的叶片会很薄 色泽的会非常的浅 那么就是说明它已经缺肥了 我们要适当的给它进行追肥 那么追肥呢 有很多种 比如给它用上一些发酵好的鸡份羊分 或者是发酵好的黄豆水都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是施肥过多 那么肥料过剩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会发现了你的这个根系啊 出现了个发黄的情况 而且呢 会发现你新长出来的这些新叶片啊 这新叶片上面呢 会有一些斑点 那么就是因为肥料过剩导致的这个斑点 那么如果是施肥过多的话呢 大家就一定要及时的给它 将这个盆土了给它冲洗一下 就是直接给它浇尺两次透水 这样呢可以冲走你的这个土壤里面 剩余的一些肥料 那么如果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更换盆土 然后进行修根 然后重新上盆的一些系列的措施 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分辨你的这个君子呢 到底是缺肥还是呢 肥料过剩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